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4月12日 今天是星期五 好了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的3月初四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我們現在繼續在清明期間 雖然清明節過了 但是現在 下個時間 還是在24節氣的清明裏面 這一節我們想跟大家就近日 一宗在網上 被揭開 保險的個案 想跟大家 作出探討 話說這個是Facebook專頁 程總裁在國金 89樓 揭露了一宗 關於醫保 的個案 這節當然 我們會 跟大家說一說這個故事 我們也會 除了說這個故事之外 跟大家 廣泛地探討一下所謂的保險 以及 你一般 其他合約的分別 再去告訴大家 我認為 這個叫做保險業 到底我其實有甚麼提法 我們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 最重要的東西仍然是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的廣告 時段我就是切斷一點 跟大家詳細探討 這個個案還有保險的問題 我還記得 在昨天的節目跟大家說 消費者 跟這個 是大公司之間的分別 消費者一般 跟大公司 的bargaining power 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但是 一般的社會大眾 跟 普通的商家 大家已經夠不對等了 大家更加會發現 其實這個 叫做 投保 還有保險公司 絕大多數的保險公司 比起一般的商家更加巨大的 巨無霸 所以其實這個關係更加不對等 好了 我也有跟大家說說 其實在現代的西方社會 建立了一種新的 觀念出來 就是消費者市場 跟商人 是一個不對等的關係 所以是受到進一步法例保護的 好了 但是我這一節就是要說 這一種概念 在保險是並不適用的 就是說其實一般人 買保險 其實對著保險公司 其實 是一個 更加不對等的情況 來的 這一節我們繼續引述 Facebook專頁裏面說的一個案例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詳細說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是關於一宗申報病歷 關於一宗醫保 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 亦都跟 其他類型的保險相似 我們稍後再說 這一宗案件裏面的 有一個苦主叫做Marco 他幫他 66歲的爸爸買了一份保險 每年一個年費 是16,000元 保障額最多 是可以去到500萬 他覺得 買了這份醫保應該很足夠 應該很安全 不幸的事情是甚麼呢 不幸的事情是他爸爸 在同一年發現 確診了腦癌 即時需要進行化療 立即是Kent保險 是暫時拿了30萬 因為這個是大病來的 醫療費用相當昂貴 後來保險公司 開始調查 他爸爸的病歷 這件事正正 是所有的保險 包括醫保 還有其他保險都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 表面上保險公司 當賣保險給你的時候 每樣東西 好像 是站在你那邊 但是實際上 當有事發生的時候 其實保險公司 往往是成為了你的敵人 這件事跟保險經紀跟你說話 完全不相同 還有再補充 大家知不知道 保險經紀 博老命跟你說 是說保險的內容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保險經紀 其實是代表著你的 不是代表著保險公司 這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所有保險經紀 對你的 誤導 實實陳述 誇大 Mt promise 即是口頭的承諾 全部 都不代表是保險公司的 是不是聽起來很恐怖呢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現在很認真告訴大家 法律原則 我是用專業身份告訴大家 就是說 其實 我一直都覺得保險這個行業 是有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的問題 我不是說全部保險 是騙人 也沒有說全部保險經紀有問題 但是這個行業本身 是有很多東西 一般消費者不知道 你其實 是跟他的關係是 極不對等的 不對等到 其實你 是沒有辦法滿足到他的所謂要求 即是說 其實 保險公司根本 就是跟你在做對賭的 但是 所有 對你 不利的東西 他全部 會動用大公司的力量 全部拿出來的 尤其是 是你想把所謂的彩票 對演的時候 好了 這個個案 是怎麼說呢 簡單來說這個個案 保險公司 說他的爸爸是有病歷沒有申報的 這個是 保險公司所謂踢保 的 最基本 也是最常見的招數 根據這個故事 其實受害者 已經把所有 的醫療紀錄都告訴了保險公司 但是保險公司 說他 曾經 爸爸有兩次背痛 看了是醫生 沒有把背痛 那件事 詳細披露給保險公司 還要跟大家再說 除了剛才所說的 不對等關係 保險經紀代表你 不代表 是保險公司 如果代表保險公司 當然好很多 因為他跟你的 失實陳述 你可以進入保險公司 不單止 兩件事都不對等 重要 其實投保的人 是有所謂 Ultmost Good Faith 這是甚麼來的 最高 誠信責任 即是說 你有責任 是要將你所知道的 所有所有所有事情 如實 是告訴保險公司 這是甚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如果 保險公司說你不老實 有些資料你沒有交給保險公司 保單就可以失效的 在這個案例裏面 這個苦主 是被踢保的 不單止 是在等 還有70萬 上CAM 是拿不到 而且 還要 是把 之前發放的30萬罪犯 好了 保險公司 就是成為了你的敵人 而且還在用大公司 來欺壓 是一個最普通的人 試問有誰有能力 可以那麼容易面對保險公司 龐大的法律團隊呢 所以 你真是問我 其實我由始至終 都覺得這個世界上 的所有保險 其實 也是相當之穩困 可能 小保險 都還好 如果是大保險 就好像這個苦主那樣 真的 不幸患上危疾 這個是 最 惡劣的情況來的 第一 你以為 買了保險可以幫到你 本身 患上危疾 就已經夠慘了 重要 在關鍵時刻 保險公司是想盡辦法踢保的 我這裡也告訴大家 其實我認識很多律師 是幫 保險公司 做事的 其實他 是絕對不會和你客氣的 保險公司 是有一對專人 是每天在想怎樣踢保的 跟你買樓 對方的律師想盡辦法 樓價下跌 踢契是一樣的 他是絕對 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是絕對正常人 你不會想到的東西 所以你不用想了 我可以很老實告訴大家 其實我 對保險 是絕不信任的 我不是說每一宗保險的個案都不配 但是如果你要贏到保險公司 即是說他真的心甘情願賠給你 你幾乎 要做一個 是接近完美 沒有任何犯錯的人 這個世界上做到完美的人 實在是太少 絕大多數 總會有一點點疏忽 所以簡單來說 我覺得根本整個現代 西方社會我不是每樣東西都贊的 現代的保險業 我覺得根本 其實 等於是得過吉 我覺得根本是穩困的 你還要再加上 有大量 不老實的保險經濟 所以我覺得 你與其去買保險 這個案例就是剛剛買 剛剛賺錢 即是說 他供的錢不算多 但是很多人供保險 可能供了十幾年了 其實 你如果16000元供了十年 其實都已經有16萬 我就覺得很簡單 其實 錢 留在自己身邊其實永遠都是最好的 車保什麼保什麼保 全部都是共通的 到你中獎的時候 他就是想盡辦法踢步的 保險業 你也可以說是近代的現代社會裏面 其中一件 我覺得 是很不值得的事情 你想一下 不要說醫保那麼複雜 醫保 你說要生癌症 沒辦法 只是說買車 車保 全保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你撞爛了一架車 可以賠一架車給你 其實 車保相當之貴的 但是 其實這架車不是很貴的 尤其是英國 其實你幾年 車保 是可以貴過一架車的 其實如果你不是強制買第三保的話 如果說的是全保 其實 是真的不知道買來做什麼的 根本你付錢 其實絕對是夠你買另一架車 所以 我也大膽說一句 香港如果有 地產霸權 其實在西方社會裏面 保險公司 肯定是其中一個大到無倫的霸權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詳細說這個話題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我們也會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那麼現在就